作曲 李宗盛 我只有汗泪煎熬 我无处躲逃 绝处风声入难朝 寻不到解药 就让你含笑霸道 爱的道无出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道无挥舞 夜色更无模糊 翩翩光阴沾落 泪水遮住我夜幕 爱的道无出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道无挥舞 夜色更无模糊 天天红尘落尽 依然太阉亡 欲出 你在我家 你跟我说这事 那你是不是想啃我 放肆 不要目无尊长 你说你娶了灵花公主 你就是驸马了 怎么就啃你呢 她为嫁你为娶 这不是天作之合吗 再说人家公主 还不一定能看上你呢 我这是给你个机会 不要不识好歹 我不要这个机会 燕大人 你打听打听 那灵花公主打伤打残 那几十个未婚妇的事 那七国上下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你在上大街上 去打听一下她的事 一个小孩子 都能说上几件 我刚才是急了点 那我不是最近 有烦心事吗 不知道哪个混蛋 在外面用我名号 混吃混喝 你就别给我添堵了 那即使如此 薛将军就更应该去了 正如丞相所言 你要是娶了灵花公主 你就不光是大王的义子 你还是我骑国的驸马 你想大王得多器重你 谁还敢在你面前放肆 谁还敢在背后 冒你名行恶 你品 你细品 这是不是喜结良缘 啊 喜结什么良缘 老天我看见个子就是被你心眼给坠住了 我听说了 那灵花公主的脾气性格跟我干娘一模一样 就差脸上这儿 这儿 这儿了 你再看看我干娘和你们那个混账大王 什么结果 我薛坤可不想重蹈覆辙 我 我就算找 我也我也我也要找个 温婉贤淑 温柔大方 温文尔雅的那种 我就好好过好我这后半辈子 你这想得还挺长远 那是 不对吧 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 那可 不 你们这干什么 不是 关你什么事啊 我薛坤有什么一种人 我薛坤就想好好守着我干娘 做好我的守城官 别的我没考虑那么多 薛坤 自始至终你的态度就没有端正过 注意你的身份啊 什么身份 什么态度 你会说话不会说话 你不会说话 走 行了 你这脾气啊 是越来越像你干娘 好 不说了 来人哪 这些是我之前跟大王打赌营来的 你把它交给娘娘 贴补一下生活 你这是干什么 我替干娘谢谢燕大人 不过这次选驸马呢 你无论如何都要参见一下 也算给老夫个面子 这是什么话 那我必须得支持燕大人 坐下吧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看到北宫娘娘 乔庄出宫了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我 我 你 你是要杀了我吗 我怎么舍得 我好不容易出宫一趟 你就让我看着你喝酒啊 我真是心烦 大王爱财如命 只要送钱 送宝 他就撤兵 这还怎么建功利益 这么多年了 我还只是个小小的战殿将军 整日给齐王陪着笑 我跟个小丑 有什么区别 来日方长 你不要着急嘛 那个能打仗的被关在朝阳政院 薛坤又被贬做守门将 这将来万一有了战事 齐国无人可用 不找你当大将军找谁啊 钟离春带兵灭了五国 余威还在 现在除了秦国的实力可以与齐国抗衡以外 谁敢对齐国出兵 偏巧 秦国和齐国又离了那么远 想要等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怕是我连马都骑不动 刀都提不起了吧 你怎么满脑子打打杀杀 现在和我在一起 不高兴吗 像现在这样偷偷摸摸的吗 我卫文兵做不到 我要的是 有朝一日 正大光明地和你在一起 你呀 胃口可真大 现在宫中黄寺凋零 自从那钟离春的儿子变成妖怪 宫中再无皇子降生 齐王开始着急了 最近总往后宫跑 这个结果 不正是我们共同努力的吗 你说 若我有了孩子 大王会封我做王后吗 你有此字 你若有孩子的话 早就有了 又怎么会等到现在 这件事 让我好好想想 想能想出孩子 行了 你慢慢想吧 我回宫了 他说多少 收拾好 我赶通 让哎呀 曰尔 opera 哈哈哈 天父 你能ー 不硬 你以为 fim 鸭鱼肉 还有这美酒 你是发达了 不是 干娘你这话说的 这 这 昆儿这一身武艺白血了 那 那都是凭本事证来的 干娘你放心吃 不过咱还有呢 不想吃了 昆儿你吃了 你别管看我吃 昆儿不饿 昆儿看着干娘吃 昆儿就开心 我都不得又没吃肉了 以后天天给干娘带着一些好吃的 看看你 平时给我带着什么水煮菜 没事 多给干娘带肉 干娘 昆儿还给你带了点心 你尝尝 这点心这么好看 这不是你买的吧 不是 干娘 你说的啥呀 这不是我买的还能是我偷的呀 不是 你先别说这些 你尝尝 尝尝 真好吃 是吧 你看啊 这个点心色香味俱全 表里如意 看来做这个赤食的人 还真是用了点心思 不像是某些人 徒有其妙 败虚其重 你吃啊 好吃啊 多吃点 好吃啊 昆儿 嗯 难得今天干娘吃了肉 来 陪干娘喝一杯 干娘不口 昆儿喜马来的 洗一香 我自己喝 对了 干娘 听说老王爷来临滋了 老燕燕 你这送与寡人的是何物啊 此物名曰吉利福啊 吉利福 何意啊 寓意大吉大利 福心高照 每日向她祈福 定能给灵花公主找到一位如意的驸马 老燕燕 就你那嘴 一个破草圈让你说的天花乱坠 还每日向她祈福 那这么说 你还是没有办法给我灵花妹妹 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呢 大王 灵花公主已经找了那么多婆家都没有成 我这几日也是名思苦想啊 我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那你倒是说呀 在大岐茫茫人海之中 定会藏着灵花公主的如意驸马 是这样 能不能把林滋成所有家世清白的官家子弟 全都纳入备选之列 我就不信给灵花公主找不到一位合适的驸马 还是燕大人有办法 行 那既然二叔同意了 那就选去吧 回头呢 本王也每日向这个吉利福祈福 咱们双管齐下 辛苦了燕大人 去吧 大王 老王爷 老臣告退 二叔这回你就放心吧 吉利福 哎呀 吉利福 吉利福 二叔 你来了 见过二叔 不必多礼 来人哪 上场 二叔不必麻烦 我刚刚看 梨花妹妹出去了 院子里现在没有人 你不是被大王围在了 朝阳政院吗 虽然他把我围在那 但是他也没有过分地为难我 我还是可以出入自由的 孩子 这些年可是为难你了 你是我们大齐国的有功之人 东打西杀 南争北战 我这个不争气的侄子 又如此地对你 二叔 我真是 您不必替我抱怨 如果我跟田辟江 此生注定有此一劫 这也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孩子 我就代表我们田家 向你赔礼了 二叔不必多礼 此次您一路辛苦 先好好休息 此地我也不便久留 就先告辞了 好 那我就不久留你了 你慢走 老燕英说 让我日日祈福于他 就能保应我妹妹灵花公主 顺利嫁出去 此物 绿意匆匆 形如花环 那莫非是寓意我齐国 春意盎然 生机勃勃 博大精神 生后有积蓄 是挺绿意匆匆的 是挺绿意匆匆的 公子敬监 二叔 个个都是意表人才啊 参见大王 不必多礼 今日本王堂妹 灵花公主 甄选驸马 燕丞香 老王爷 周公公 在 快宣小姐敬见 是 宣灵花公主敬见 不用宣了 我在这呢 灵花 拜见大王 你怎么在这啊 我来看看 我即将要挑选的夫婿啊 我的灵花妹妹啊 这王兄为你选婿呢 找来的全是林兹成的世家子弟 各个家里有钱有势力 我费了多少口舌才把他们找来 你 你如此装扮 谢谢堂兄 他们是林兹成的名门望族 但他们 还都是风月楼的常客 这 风月楼 灵花 你在说什么 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 是永顺伯的小公子 昨天 我们俩还在酒楼里讨论 新来的结儿有多大 结果他输给我了 包了我在那里所有的花销 家里是挺有钱的啊 这位 是我前天在酒楼吃饭 以为我是东鲁王的弟弟 请我吃了一顿山珍海味啊 还带我去皇家猎场玩涉猎游戏了 真是吃喝嫖赌样样不辣啊 这位马上就要继承他爹的爵位 是前途无量啊 就在前天抢了人家一位小姑娘 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呀 一个一个长得就这么乱臣贼子 来人 再把这些无耻之徒都给本王赶出去 是 走 走 出去 笑什么 你没事跑到枫叶楼去干什么 体察民情啊还是体验生活啊胡闹 起嫁回宫 哎呀我的妹妹呀 你这到底是要不要嫁出去了呀 哎呀 凌华 你这真呀 你 你就是扮着女儿你也嫁不出去了你呀 谁说我嫁不出去了 女儿我现在已经有了人选 还不知道她的心意如何 待我问过之后再给您答复 你可不要辜负了大王的苦心 好似为之吧 爹 爹 公主 您看上谁了啊 看上你了 公主 薛大将军 公主 薛将军 只是见到我犹如见到猛虎了吗 这么逼着我 下官不敢 下官吃醉 下官给您赔罪了 行吗公主 既然要赔罪 那就今天吧 别等以后了 走 请我吃饭去 公主 公主请自重 下官还有公务在身 继续寻成 告辞 哎 哎 你 公主 咱别理她了 拜见 灵花公主 有谁啊 在下卫文兵 乃是齐王的战定大将军 不认识 不知公主 是被什么人 弃成这个样子 关你什么事啊 在下久仰公主大名 今日一见 公主果然名不虚传 威风凛凛 实乃是天人哪 算你有眼光 本公主 对你印象不错 谢公主赏识 既然这样 前面酒楼 在下备了薄酒 还请公主赏光 走吧 感谢公主赏脸 才让末将有机会 一睹公主的风采 别流血拍马 我也是看你 谈吐不凡 相貌周正 才肯坐到这里来的 末将不敢 只是 只是末将觉得 公主没有必要 为了薛坤这种人生气 你认识薛坤 认识倒是认识 但是也没什么交集 曾经同为战殿将军 因为他对齐王不敬 所以被贬为了守城关 你怎么知道 他对我大王堂哥不敬啊 你背后诋毁他人 是何居心 公主误会了 误会 你今天必须把话 给我说清楚了 我早就听闻 那薛坤乃是 忠离娘娘的肝儿 对忠离娘娘忠心不二 守护了昭阳正月十几年 他对国母娘娘忠心不二 守护了十几年 那说明 他是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呀 我就喜欢这种人 公主千万不要被这些假象所蒙蔽 这薛坤绝非你所想象的那般 他守护忠离娘娘 这是因为 我看你一表人才 原来竟是个小人 怎么背地里竟干些龌龊之事 无耻之徒 呸 公主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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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人 带路吧 是 大人这边请 末将 恭迎燕大人 魏将军不必客套了 你让管家当街拦车 不知所为何故啊 同朝为官多年 燕大人还不曾踏入魏府半步 卓氏令魏某汗颜 魏某备下薄酒 还请燕大人赏光 燕大人请 魏将军有事代说无妨 燕大人 末将请您老前来 是为了帮您解决一个难题 魏某知道 燕大人正在为凌花公主的婚事 四处奔波 不 现在朝中年轻一些的文武官员家里 都被您踏破了门槛 现在大家听说是燕大人来访 都避之不及啊 魏将军真是消息灵通啊 看来这次大选算是圆满失败啊 那些人品行不端 都让大王给赶出去了 这钱呢 也花得差不多了 可还是没有找到一位如意的驸马 老夫也是心急如焚啊 燕大人不必心急 眼前 这不就是有一个能帮您解决问题的人吗 啊 你是说 燕大人 何必明知顾问呢 哦 原来魏将军是想让我为你和凌花公主保媒啊 不可吗 燕大人 魏某自知资格不够 只是一个小小的战殿将军 还未建功立业 但魏某自信 也是有能之人 只是现在寸功未建 恐怕会遭公主和王爷的嫌弃 因此 这才斗胆 请燕大人来保媒 魏将军也是勇气可嘉 你可知灵花公主已经打伤打残了 二三十个来相亲的青年才俊吗 末将相信 公主是个通情达理之人 若惹得公主动手 那也是末将自己的问题 何况末将皮糙肉厚扛得住 好吧 那我就尽力而为 多谢燕大人 嗯 燕大人 请 你说我那灵花妹妹 那长得也算足金足两 那怎么就嫁不出去呢 灵花公主表面倾国倾城 这私下却让人触目惊心 这谁受得了啊 这老燕英 送本王这吉利福也不灵啊 大王对灵花公主也算尽心尽力了 可这吉利福灵验与否 确实不好说呀 这样 本王试一试她灵不灵 吉利福 寡人现在将你抛出 灵花妹妹 若能顺利出阁 那你就别落地 大王 看来您还是不希望灵花公主嫁出去 你懂什么 反其道行之 那才知道灵不灵 我要扔你了 吉利福 你自己看着办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吉利福没落地 显灵了 那这么说 老燕英没骗本王 这要是在家的树叶子 那就是绿梦 不管怎么说 灵就行 是 灵 真灵 孟儿 娘娘 一会儿我跟玉儿要出去一趟 若是大王来了 你就跟他说我歇下了 让他找郑承玉去 是 娘娘 爱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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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您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那本王不就应该睡觉的时候来吗 大王你想什么时候过来 就什么时候过来 还是爱妃善解人意 本王今天让人气着了 谁气着大王了 我妹 你妹 你 对 我妹 凌花公主 她今天不是选驸马吗 本想着 这么多人 那怎么着也能挑出来个跟我妹 臭味相投 那个情投意合的驸马吧 可谁知道 她可倒好 身为公主 自己一个人 跑到枫月楼去体察民情去了 你说成何体统 这公主是有点不识大体了 你说我唐妹 怎么这也是皇亲国戚 还会才艺 嫁个人怎么如此不易 公主还会才艺 那可不 从小就学弹琵琶 那琵琶弹的 不是本王跟你吹 弹的盯了光浪的 人送外号 齐国琵琶精 他可真是随了大王啊 就属于心火相传吧 就是 本王今夜过来呢 想跟艾妃说 这几日啊 本王不能来北宫陪着艾妃了 本王得想办法 对付我二叔这对妇女 哦 这样啊 那 大王处理正是要 仅千万保重龙体 臣妾恭送大王 行 那本王就回去了 大王慢走 嗯 早点歇息 好嘞 大王慢走啊 末将 恭送艳大人 多谢魏将军 魏将军留步 他叔叔 带小雅 李派 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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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带了 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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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将军 这燕丞相平日里与你素无往来 怎么今儿个他倒成了你的座上宾了 英川 你听我说 我听闻老王爷正在给凌花公主招驸马 我想 想什么 好你个未文兵 凌花公主大选征婚的时候大闹异常 你是后悔没有去吧 你打了什么好主意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好男儿 做事要趁您轻 有时候为了大事 就是要不拘小姐 不择手段 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做打算 将来 我看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我未文兵对天发誓 此生只爱夏淫春一人 倘若有朝一日复了夏淫春 就让我 孤老终生 天打雷批 万简穿心而死 小姐 发那么毒的事干嘛 我不发毒事 你不相信我呀 勉强信你吧 对了 让你想的主意 想得怎么样了 生孩子的办法 倒是没有想到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假装生怀王子 假装生怀王子 那生的时候怎么办 怎么这个时候 你倒是想不通了 这个孩子 当然不能生下来 要在他还小的时候 就让他没了 你的意思是 既然大王现在 这么看重王子的事 不如嫁祸到薛坤身上 往上还可以 追究到钟离春那儿 一剑双雕 夫子真的向大王进言 让魏文斌 娶了凌花公主吗 那怎么办 凌花公主没人要 魏文斌又着急娶妻 这不刚刚好吗 学生总以为 这魏文斌心思深沉 他娶零花公主 恐令有图谋啊 令有图谋 他的心思我能不知道吗 你要是娶了零花公主 不帮我解决大麻烦了吗 看来夫子是心中有谱了 也是 就魏文斌那点小心思 怎么能逃过夫子的智慧呢 少跟我这拍麻痹吧 要是你跟薛坤有一个听话的 能便宜了那个魏文斌吗 那这事不怨我得怨薛坤啊 灵花是我妹妹 这个很贵 好的好的 好 好 好 那个贵 爹 炸得高兴吧 你炸 炸得越多越好 越彻底越好 都给我炸了 我将来都换新的 我 我没钱 不要紧啊 不要紧啊 驸马他有钱啊 爹 我不要嫁给魏文斌 我跟他只见过一次面 见了一面又怎么样啊 你想 除了他 谁还敢娶你啊 薛坤 我看他胆子就很大 而且长得也帅 我跟他也熟 要嫁也要嫁给薛坤啊 哈哈 你是看上薛坤了 可是魏文斌也不错呀 眉心目秀 两个大眼睛 我跟他只有一范之缘 别的没啥了 你呀 考虑考虑 你从前利用薛坤的字号 做了很多坑人的事 他不跟你算账 不追究你就不错了 你还嫁给他 我不管 哎哟 爹 你去跟大王堂哥说 我要嫁给魏文斌 我要嫁给薛坤 不行 这个事没得商量 你对那个魏文斌又了解多少 他一个小小的战殿将军 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天鹅 你换个天吧 有你这么取消自己女儿的吗 女儿啊 爹跟你说句心里话吧 大王啊 你的堂兄 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这么厉害 嫁给谁都不会受委屈的 那你嫁去吧 你这话说的 你这话说的 大人 灵华公主说 她只嫁薛坤一人 什么 她真这么说 只嫁薛坤 是 你先下去吧 是 你先下去吧 行 来来来 将军 来来 走走走走走走 别坐这儿 别坐这儿 你们几个好端端的 没事请我吃饭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说吧 最近又犯什么事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将军说的是哪里话呀 我们哥几个不能和您一块喝喝酒啊 喝喝酒 没那么简单吧 你们几个是不是想让我行你们吃饭 我现在没有钱 薛将军 你太谦虚了 你只是现在没钱 不代表以后你也没钱啊 是啊薛将军 我们可都听说了 那灵华公主看上了咱们薛将军 不是 我们就得改口叫您驸马了 灵华公主能没有钱 再说了 就算灵华公主缺钱 那不还有老王爷吗 谁在哪里 谁说我要去灵华公主的 公主不挺好的嘛 我听说公主武功高强 就是性子有点急 武艺高强 那点三脚猫功夫叫武艺高强 你别侮辱武艺行吗 还有 不分青红皂白 二话不说 拿鞭子就打人 这叫性子急吗 这叫脑子有病 伤疑 一忙是江山世纪 一忙是儿女情长 一忙是朝阳 一忙遍远上 一忙是我问苍天 一忙是醉我沙场 一忙不思量 一忙自难忘 我的一人睡得一方 万在此中央 断桥太窄 孤岛太长 景色与雪橡 乐乐的马儿 我吻着前方 痴悲与忘了 无处话离别 借在深深长 我的一人睡得一方 万在此中央 断桥太窄 孤岛太长 景色与雪橡 乐乐的马儿 我吻着前方 痴悲与忘了 无处话离别 借在深深长 道不尽满冰霜 喜以为常 便不明花心中一寸 年轻 则怀不闷 孤岛太窄 孤岛太窄 孤岛太长 景色与雪橡 乐乐乐的马儿 乐乐的马儿 我吻着前方 痴悲与忘了 无处话离别 借在深深长 孤岛太窄